都很期待他们来到我们央视网做客对不对 各位参差不齐的队让我陷入了沉浸当中 那这一次呢主要是很久也没有见他们了 然后呢可是他们这带来了这个全新的迷你专辑 请我们的队长韩大庚同学进行介绍一下 好那这次呢迷你专辑呢我们也付出了很多辛苦 那这次也是格雷有一年多才出了这一张迷你专辑 那这次专辑呢一共有五首歌 第一第一波的主导歌曲呢就是Supergirl 那大家肯定都知道Oh my Supergirl 那还有呢第二首歌曲就是到了明天 那还有两首歌曲呢就是我们周密来自己亲自写的歌词 哎呦那所以这个周密呢也是容身为这个著名的词人了 那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是写了哪首歌曲的词 写的是告白和爱情接力两首歌 告白跟爱情接力的两首歌曲歌词 所以当时是在韩国创作还是在中国创作 其实我们这个专辑从准备已经挺长时间了 从二级的一级活动结束以后大概四月份就已经开始录制demo 那个时候拿到第一首单就是demo就是爱情接力的 所以在国内写了爱情接力 回到韩国之后呢要筹备其他的歌曲就写了告白 所以这个爱情接力告白呢也是周密用自己第一次算是来给歌曲来填词了 因为之前因为上一次宣传那张专辑 然后可能很多是大部分是翻唱之前的一些歌曲啊 朱尼尔的一些歌曲 那这一张算是一个全原创的专辑 所以那这一张迷你专辑和之前的专辑除了在这个原创与非原创之外呢 还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张呢 嗯 呃第一张呢 这是第一张的迷你专辑呢 要比呃第一张的专辑要怎么说啊 更加加入我们的一个个性吧 嗯 比如说像supergirl还有到了明天 像郑密写的告白呀爱情接力 那五首歌每一首歌的感觉都不一样 嗯 那所以说像周密来说呢 觉得嗯 我怎么了 嗯 其实他写的词你没有看过吧 我还没有看过 是吧 对 他的写的词非常非常的具有内涵 马松有谈恋爱吗 我我从小到大 谈了不知道二十多次吧 大概 那你可能 哎 你是最多胖 那你可能以后就没有太多共鸣了 就 其实他写的比较可爱啊 还有那种 俏皮一点的那种爱情 这说明你没有谈过恋爱 我就是 所以憧憬比较多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听听这首歌曲 然后去感受一下 七位大男生给他带来的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今天来到北京啊 我觉得这么久没有见到你们 然后去年我不知道啊 像东海啊 然后归贤 你们还记得我吗 忘了 哈哈哈哈 您是 您是 不熟 来下一个问题 所以所以那我觉得一年不见了 但是大家的中文不知道没有见长 我们先从这个 利序开始 跟我们用中文跟他说哈喽好不好 好 大家好 我是利序 哈喽 哈喽 呃 呃 你好啊 真的好久不见 呃 我是henry 哈哈哈哈 哈喽 东海 亲爱的宝贝们 哈喽 哈喽 还有一个 史元 你们想我们了吗 想 谢谢 我们也想你们 我怎么记得去年的有的时候 然后这个 史元跟所有的观众 say hello 也是你们想我了吗 哈哈 啊 对 哈哈 刚想起来 哈哈 很聪明 好 我做了一个自取其辱的事情 那个归贤 你好 然后 你们吃过饭没有 没有 我们吃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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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的中文其实说的也挺好的 我们 我中文吧 对 我也觉得最近好像提高了 哈哈 所以今天啊 来大家来宣传这张迷你专辑 然后主打歌曲 Supergirl大家都听了 对不对 对 哎 我觉得今天你们有点太冷静了 你们都听了 对不对 不要怕 刚才他们不让你们叫 现在你们可以大声的喊 大声的说 好不好 好 好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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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鬆 沒有 大家安靜安靜安靜 安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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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安靜 那今天呢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激發了你們的這個欲望 這個 他們講了這個SUPER GO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跟他們玩一個 小小的遊戲然後來分享一下 他們心中的這個SUPER GO 好不好 好請各位冷靜嚇到我了 心臟不太好最近 哇 嘘 你很變態 我就喜歡網絡主持 因為尺度夠大 來 我們把這個 發給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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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序已经换了三个了 这里面都是少的 等一下 我跟你讲 最少的很难挑 裸的倒是有 来我挑你吧 好 当然我们这几个 八笔娃娃呢 不是拿出来看的 我们现在呢 我们这个箱子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 衣服 然后呢我们会让他们来 比如说立序 把这个金发美女 就只有一个裤头的金发美女 打扮的 她觉得哈瑞最喜欢的一个 supergirl的类型 那哈瑞就帮东海来打扮 你觉得她心目当中 supergirl的类型 然后依此类推 好不好 请我们最美丽端庄的翻译 翻译一下 然后这里是服装 那我就这个就不用穿了 这雪原的雪原的样子 哈哈哈 好 现在你们开始 挑衣服 就臭在中间 周密说我就喜欢不穿衣服的 来大家都迅速一点啊 来一起动手 这个无聊的游戏 现在力序已经给他穿上了蕾丝袜 这个游戏是我们哪个导演想起来的 里续在这双蕾丝袜面前徘徊 那边的人没有听到 这边说周密选丁子裤 一看韩庚就是保守派 是给人穿衣服 他累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看東海這個 東海這個 這個是上衣不是內褲